完美的一天不但只要有元气满满的早晨 与好友在传设欢聚一堂 更要有对的健保计划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您不仅享有零付费的医生看诊 听力 牙科 视力 普通药福利 您还可以额外享有集更多中心健保 让您以优惠的价格获得更多的福利 这是一个真正为您着想的计划 您可以放心地把健保交给我们 中心健保联邦医疗保险计划 以您的健康为中心 联邦医疗保险年度转换期即将结束 大家都知道 是今天这个时代 媒体经营面对诸多的挑战 但我们星岛不忘初心 一如既往坚持本地的制作 希望可以得到你们的支持 借你点击屏幕下方的Buy Me A Coffee 连结 直接赞助我们 可以参加我们的Buy Me A Coffee 俱乐部 所有会员将会享有丰厚的福利和礼品 时事焦点热门话题 专业评论员时事观察 时事观察 各位听众你好 我是梁烟成跟大家讲一下世界大事 在世界有很多地方有战乱 有流血 有杀落的时期 其实这段时间我们去了中国 因为中国已经开放了病疫之后 我们可以去谈谈我们曾经关怀过的农村的学生 首先我们去到南宁 就见到我们以前资助过的学生 之后我们去到柳州和桂林 都有分别见到各方面的学生 我感到很感动 因为有些我们已经是二十多年前资助的女孩 以前见到我们都会哭 很艱苦的 考到大学七百多元 但是没钱读第二年 因为第一年她借很多钱 但是第二年已经没钱 当时那个年代还是很艰难的 政府资助就很少的 我们就资助她读医 到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医学院的副院长 他说回当年我们去重庆 他在重庆医科大学读 我们去探讨她那时刚刚地震期间 我们看她在医院实习医生 在医院帮那些地震受伤 或者很多农民工受伤 她是用爱心去关怀那些农民工或者受伤的人 她还唱歌给她听 因为她经历到我们去爱护她 关怀她 让我们那种爱传导给她的 她说她很记得当年 就是去到重庆我们去探讨她那时 她觉得很惊讶 我们都这么远去探讨她 那我们是跟她说 因为我们觉得她很重要 那当时她很想哭 因为她是一个农村女孩 一直以来都没有被重视的 都是那些家人觉得她不重要 但是想不到我们觉得她很重要 因为我们心中每个人都是一个宝贵的 所以影响了她一生 她一生就改变了 不过去她曾经是抑鬱症 甚至想自杀 因为自小家人被家人不重视 成长的过程是一个极度贫穷很难发展 她很希望发展成功 结果今天终于成功了 但是当年因为一些爱心 是帮了她改变 所以她也是以爱心去对其他人 这个其实我们二十多年前 那时候去中国农村 帮我们贫困的时候 我们就学习一样东西 就是我们不是在海外 天天罵中国那样不对 那样不对 贫富懸殊 而是我们结果中国贫困有加能的时候 我们就在海外呼吁 一大批的海外华人共同夹些钱 帮助国内学生读书 这个就是我们作为一个海外中国人 应该有做人的责任 也就是做中国人的责任 我们拒绝只是痛骂中国 如果中国有困难进去帮助 是希望用爱 使用中国发展得更加的美好 在中国的扶贫 这几十年 二十多年我们看中国的扶贫的工作是很奇特的 在2011年呢 当时呢 就特别提出了一个讲法 就是叫做两不仇三保障 两不仇就是在农村贫困的人 不仇吃不仇村 三保障就是义务教育 基本医疗 住屋的安全 这几个保障这几个基本的东西 其实在全世界贫困的人都有需要 因为我去过非洲去过曼加拉 去过很多落后的地区 我看见是同样的问题而已 但是呢 中国政府当时就决定作精准扶贫 开始走出这个政策了 那这次呢 我们除了见到以前的学生之外呢 那我们就去到这个田东远了 田东远是在白色的 白色是中国最贫困的地区 而当年邓小平革命就在这里了 而在这个田东远呢 就是在一个平地上一个完成呢 就这样看就不像很贫困的 虽然也不是很先进的 但是呢 如果我们在周围都是山呢 当我们正在深山去探望我们的学生 因为我们在田东远的职业中学里面呢 我们是资助了一批的 比较优秀的职业中学的学生 所以我们进去呢 就去探望在农村里面他们的生活 那当我们坐那些车呢 就是入山的时候呢 我都猜不到越入越深 就是以前我都进过深山 探望过很多的贫困的那些小狗哥 但是这次真的花了一个多小时 才进到最深的深山 就是进到一座山又过一座山 又过一座山 那些渡渡都是深山穷谷 就是这个穷山岳水之处 那又去到很深的地方 那个叫梅林园 我以为到了 就是这个最后的园 因为不是 那梅林园就走到那个乡那里 还要半个小时以上 才去到那些乡那里 那再要过几重山呢 才又下坡又上坡 那些路很窄很危险的呢 才去到探望那些 远处的贫困的学生的家 那我对农村的生活 又有深一步的了解了 那我们来探望那个女学生呢 就是她的奶奶呢 刚刚重病进了院 那原来呢 就是那些最贫行的农村呢 她都可以坐拖拉车呢 半个小时就去到 附近的一个阵 那个阵那里呢 就是有一个医疗所的 就是基本的医院的装备的 就是要急救等等 就是在阵那里有的了 那阵那里呢 再要车出去 就是整个钟头才出去 完成就是有正式医院 那奶奶已经正式进了医院了 那我们呢 整个大家都夹点钱 看看可以帮助她 就是进医院的开支的 那而这个小孩呢 就是一个钟岳山呢 那我们去了解她们的改变 那有两个的 那之后我们去另外一个村那里 那首先我们去那个重登那个地方 跟着是去这个龙徒这个地方 那探望这些很偏远 就是偏远到极 到道路尽头的地方 那些的窮鄉避养 那之后呢 就是我们问 就是他们的生活怎样改进呢 那由于当地呢 也有一些的派入去帮助 他们发展的官员 是属于中央派去的 中央通过省派去的 那这个地区的官员呢 他们的主要职责就是 帮助解决贫困问题 那帮助解决贫困问题呢 那例如有产业的扶持 产业扶持 就是说呢 他们这些都是知识分子的 这些官员 读过书很多呢 我们以前 就是资助的那些学生 后来有些人回到农村帮助呢 就是他们有基本知识呢 就回到农村 知道那里的土地 或者山区有什么特质呢 那例如呢 如果风景很美的 就可以发展旅游 如果那个泥土呢 適合种一些比较值钱的东西 例如我当时以前都参观过 那个地方呢 是种借的 但是借就不是很值钱的 但是如果那个泥土可以种玫瑰 现在发现 于是呢 政府就通过和企业联络 就让那些企业呢 是投资呢 去种玫瑰 那帮这个村呢 全部建个新的屋给他们住 然后呢 租借他们的土地 给租金他们 再请他们打工呢 去种玫瑰 那整个村的经济呢 就大大改进了 那这些叫做产业扶持呢 那由今次我去到这个 那黄金碧仰呢 这个重登这个地方呢 原来呢 原来呢 他 我们沿途都见到那些牛啊 那样 那样 那样的地方呢 就是农民 不是很懂得养牛的 那样呢 那样呢 原来政府就送那些牛 给他养 因为牛是值钱的 不但可以耕田 而且牛将来又可以长大了 就是到晚了 可以买出去 拿来 拿来 吃 那呢 就是两只牛 送给他们 还要给五千元 去养牛 让他们知道 牛本身可以赚钱 那农民本来不懂的 但是经过教育 他们懂呢 开始呢 养牛可以赚钱 那些牛又生了 牛仔 然后有些又买出去 那他们呢 代代呢 那些收入呢 就可以满足了 那原来呢 这个产业扶持是那么重要 当然还有呢 就是教育的扶持 那原来呢 就是 很多那些 就是农村的人 不知道 就是叫那些子女去读书的 他们认为 要不要读那么多书 奸田算了 那正如我们资助那些学生呢 如果当年 他们没有钱的时期 如果不是我们资助他读书呢 那他们可能呢 就会是 今天就在农村 那 就没有机会呢 讀书 和受教育 那受教育之后呢 他的收入会高很多的 那政府派人去 就是跟他们谈 就告诉他们 就是送子女 读书全部免费的 那些 那些 那如果不够 有时我们海外 都可以有些资助 帮助 那另外 他读职业的中学呢 是全部免费的 那让他们呢 那让他们呢 是可以 学了有一技之长 那就是他读书 不太好 他读职业的中学呢 那有一技之长呢 他们就可以呢 将来出来打工呢 就可以 就是找到食物了 那他们找到食物的收入 是多了他们 给农村收入 多很多的 因为窮的农村 可能 一年的收入才是 一两千元 或者甚至几百元 那些都很窮的 但是你当有一个子女 出去读书之后 他一个人每个人都赚几千元 那所谓的情况呢 就会让他们的 贫穷的情况 大大改进 那所以呢 这个呢 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呢 就是说呢 是中国呢 尝试去改变 贫穷的面貌 是通过教育 而教育呢 是 差不多全国 就是这些最欠缘的 贫穷农村 都受到教育之后呢 中国的整体的未来呢 就很不同了 那当然他们是艱苦的人 他们成功之后呢 他们都会 跟他们回去努力奋斗的 就不是那些呢 是贵穷钱啊 或者是为了享受啊 那样过福那种人 那所以他们都是奋斗向上的人 那那个校长 是和我们一起去探 这些小狗呢 他其实都要去农村呢 去就是 勸服那些人呢 送子女去读书的 那然后呢 就是他们去到他们的学校之后呢 就免费 一直教到他们 将来出来呢 是有一技之长 那而另外呢 中国呢 在农村 有很多很困难的屋子 以前呢 我们也是去过廣西呢 在这个瑤族呢 他们那些屋呢 就是用那些树枝 搭搭埋埋 就是一间屋的了 他们连凤墙都没有的 那么 就用一堆树枝搭埋 那么呢 就很多洞 风吹入来 冬天就会很冷 那么有时呢 他会找些泥啊 这样就安住 但是呢 那些落长雨的泥又会没了 因为他们没有水泥这样东西 那样东西 但是后来呢 政府呢 就做了危防的改造 那么 令到呢 他们呢 各个都有一间屋住 就是有个温暖的家 那么呢 那还有呢 那还有呢 如果住到太偏远 就是在高山之处呢 那就可以呢 那就可以呢 将他移民呢 去到附近的镇那里 或者沿那里 那里 那就令到他们呢 是可以改善他的生活 只会建了房子给他 送给他住 还给钱 叫他搬 那就令到很多 偏远之处的人呢 就可以出到去 省那里呢 就打工呢 就容易很多了 那所以呢 又有大批的窮人呢 就去到这些的省那里 那里 大家看过 陈贝宜的 《起无线》 那个节目的 《无穷之路》呢 其实都讲很多 这些真实情 我亲身见过 亲身到过农村 见过 在三三窮屋之中 那些的 深远之处 那些的需要 由政府来努力 所以这次呢 我进到去 经过各方面的了解 我发觉 我以为中国呢 是尝试去解决贫困问题呢 不是一个口号那么简单的 它是一个全面的计划 它尝试盡了他的努力 是使得最艰难的人呢 是可以得到改正的生活 那 而且呢 就是他们不断的 在努力的过程中一样 所有贫困的人的孩子呢 都有机会受教育 那 于是中国呢 就是将会没有了文盲 而且呢 将会人人都受教育之后呢 他们都有一技防身 如果读到大学 我只要读不到大学 都有技术 有职业的训练 这就是中国呢 是我这个做法 那其中一个 我最有兴趣的 知道的就是 当我去到广州的时期呢 我们去到一间教会 那个教会就说呢 原来呢 有些地方呢 就是政府想在高山上面 叫那些穷人呢 搬到下面住 但是呢 原来在高山上面 有一间教会 所以呢 就是他不肯下来 因为下面没有教会 上面才有 所以呢 政府就去到广州 叫做其他那些 就是比较腐足一些的 地区的教会 就说 不如你们 撥筆錢 派人去帮他们 就在下面那间 建一间教会给他 那 那于是呢 那于是呢 廣州那间教会呢 就派人进去 去云南 那里 偏远之地呢 就在那里 在平地 建了一间教会 那在山上那些 雄人呢 就这样搬下来 那因为呢 就是下面呢 也有教会了 就是不只是上面才有 那这种种种的情况呢 就是我对中国的 就是仔细的了解 就是亲身参与 和他了解 而不是就是看 政府怎样宣传 或者自己怎样成功 而你看到他是怎样做事的 和呢 就是各方面那些的 官员呢 都很多非常好的官员呢 是盡他能力呢 去改正这些情况 这些官员都不是很高级的 那就是很普通的官员而已 而就是 他做到就退休了 但是他们都是 就是努力呢 想将中国的 贫困处境改变 而那个校长他告诉我们 他以前都没有鞋子 约到四年级 才开始有第一对鞋子 穿 但是当时呢 他读书呢 就是去作文比赛 他从香港到月城 他没有穿鞋 就去参加作文比赛 那时候的老师都慢慢看着 他是没有鞋子 安着脚的鞋子 但是后来终于 他入了一学 读书 成为了 读书很厉害的 人在今天呢 已经做了校长 才做书记 那就是 有很多很多 不同的人的故事 当你又去中国了解他真相的时候 你才明白 这个国家 这个民族 他艰难建设他自己 是通过多少的奋斗 多少的努力 因为我不是亲身参业 我都不会知道 他们有一个这么莊严的过程 好